我跟孽秋姐這四個月來 可能各自在準備初選 就多多少少有一點尷尬 所以我們其實這四個月來 除了公開的場合碰到面以外 沒有私下的聊過天或吃過飯 那這中間裡面當然會有一些這個誤解 那侯市長最主要就是說 你們兩個坐下來 大家聊天開城普攻 那所以沒有太多大家想像的這個 這個奇怪的對話 或者是說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 其實一切都是很自然而然 因為我們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其實只是 初選只是為了要初步挑選一個人 去對戰民進黨而已 那現在我們覺得說 我們自己內部有共識 最適合的人是燕繡姐 那自然而然就可以停止這個 初選的這個工作了 所以不管說在什麼樣的位置 只要是可以幫國民黨盡一份力量 可以幫我們的主帥 可以幫我們的候選人燕繡姐 我覺得這都是懷疑敢玩的事 沒有什麼接不接受的問題 對 謝謝 感谢观看